台语一年党 鲁公鲁人党 大家好 坤田 大家好 我是小杰 這陣子我們剛才說到台语配音的動作 越來越多了 前一陣子我們這個班級會 就是木銘花 他要推出一個很經典的漫畫 要出台语配音 叫做中華一番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很多人都很期待 這真的是我小的時候 會會會議 所以他要出台语配音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期待 不過其實他去看了之後 他就感覺歡迎 有一點沒有怪怪的地方 我們一直都是用那種鼓勵的態度 去鼓勵一些台语配音的 台语版本的文本的作品嘛 不過這次因為 我們之前就是看過很多 更好好的作品啦 所以這次看到中華一番 裡面有一些疑似 還是說句話不夠衰退的地方 我們還是要 經一些出來的比拼 才可以讓大家知道 說真的好的台语作品 要注意什麼 這次中華一番的台语版本 他不是從頭開始翻譯 他是從34到45節 這次比較有出現台语配音 怪怪的地方 就從第34節開始 你說到第34節 剛才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是說 燒冬家 他在那時期 看著很多 哇 有那個蜂啊 蝦啊 蜜蜜啊 很多很多很豐富的 一些海傘 很清潔的感覺 那時候他就說一句話 很怕人的耶 你是說他是用那種 很怕人的耶 通常喔 你在台語在說到怕人的時候 你的標誌應該是 有 很怕人耶 怎麼這麼怕人 因為照理來說 這其實是不應該翻譯錯誤啦 在台語喔 你如果是要說怕人 通常都是在說 蜜蜜的意思 但是你想想看 哪有可能人去洗漆了 看著說人在買的東西是蜜蜜的 但是他如果是這個時候 他又跟他打造怕人 其實也是口罩 恐怖的意思啊 所以想他在在 一般本的時候 他說Skoy 他原本是想說 啊這些東西很厲害很強的 啊他在翻譯花意的時候啊 他喜歡做驚人 所以他台語就直接 跟他翻造怕人 對 所以翻造怕人喔 他原本的Skoy 就不一樣的意思了喔 這句話原本 所以他的意見應該是要說 稍等跟他去跟市場裡面 看著哇 怎麼這麼多好蜜 這麼多好蜜 所以喔 你最直接的 你可以跟他翻造說 原來有這麼多好蜜 不論怎麼說 你把花意的精人 翻造台語的時候 你就要比較尷尬這個意見 裡面還有說了一句啊 就是修刷嘛 修刷 對 喔這個修刷 這個我聽到的時候 我也覺得 有什麼怪怪 對我聽到也覺得 欸好像不是這樣用的 原本是說 要把這個人收拾 把開刷起來 要不然說他用收拾 他是用在一個台詞 對 他要做一個結束 你也在說開刷啊 或是說把它處理掉啊 都比收拾還好嘛 對啊 再來就是在第36集的時候 筋模好六個啊 他就是比賽就輸掉了嘛 所以他的身骨頂 就用印一種印記 叫做拍夾印 這個時候啊 他聽到人興興的時候 就去跟手說 你現在有的 就像在建設的拍夾印 建設 這原本應該是要拿來 形容人的嘛 不過他算拿來 形容這個拍夾印 聽起來就怪怪的 所以這個時候 應該要說 你現在身骨頂 就只存這個拍夾 讓你沒辦法記人了 這樣聽起來 會考慮 我先第一的用的用法 還有想在 在39集的時候 瑞雲喔 在那 向文歌修東家的面前 在彈現他的道法的時候 出現他的道法的時候 瑞雲 他要把那個 他就說 瑞雲的手法 也是一點 丟讀都沒有 一般來說 丟讀應該是拿來形容人 所以不可以 尋求發育一樣 直接拿來形容瑞雲的道法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解釋 看瑞雲的海盜 是一點點丟讀就沒有 那也是可以說 看瑞雲的海盜 也是穿上去 還有在第44集的時候 賓信發明說 小安 他做的豆腐料理 跟 蝦東家 他老母 阿伯師傅做的 一樣的時候 他的小安 他的改遷是說 他是 出國看著 海角尚的這項 料理要怎麼做的 但是賓信 是說 犯罪小安 他是因為 主念 故鄉 才這樣 他就說 你心 最後 還是要回去故鄉 心會回去故鄉 這句 原地應該是要說 你的心 怎麼都沒辦法 去故鄉 可是如果這個原地的反應 真的要改善下去 小安 他那顆心 要直接拿去故鄉 所以有些 你已經 本來的華音可以 直接翻 做答應你的時候 他就怪怪的 他就不行了 不過 我們說的這些 都是 用一部分來說而已而已 因為我們知道 配音 不然你要考慮到 你的反應有對當沒有 你還要考慮到那個水平啊 還有外面的時間 頂頂很多因素的啦 不過既然 我們有看過 更好的台語 反應的作品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一項作品 有一些缺點 我們就是要 坦白跟他講出來 這樣不只對著去說 用心做台語配音的優質 是啦 所以 有時候 做台語 動作的配音的時候 你一定要了解 他那個動作 他那個意境是什麼 你才可以知道 他原本的意思 翻做台語以後 他才會感覺怪怪的 第二的改善方式 譬如說 你找一個台語顧問嘛 可以跟你說 改善很多台語 的一些問題 這個須應在這裡才可以 就讓你檢查一下 是啊 我感覺很重要 是 我們後來這時間 繼續看台語一年等 掰掰 掰掰